Cusco Wallace Test 是我們緊接下來要談的 我们在MWW Test Man-Winning-Wilcoxon test当中 我们探讨的是两个母体的 population 是不是identical 如同我们 以前的第十章 回顾一下我们 第十章所谈的 两个母体的平均数一不一样 对吧 那么两个母体的平均数 一不一样那个是只是对 平均数而言 现在因为我们这一章啊 谈的都是五母数的分析 那五母数的意思是说 你对于这个母体到底 它是什么分布 可能不知道 它的母数平均数 你可能不知道 变异数你可能也不知道 反正呢代表这个母数 母体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每个人的身高 你知道吗 体重知道吗 眼镜度数多少 这些基本的这些参数啊 不知道不知道这个人 在哪里工作 这些参数都不知道 不知道我们也可以去 去捉摸一下 一些呢 一些它的要点 就是我们 Nunparametric test 它的一些方法 那么它用这个精神啊 来探讨啊 两个母体 那就是MWW test 是我们上一次所谈的 今天谈的是什么 K个母体 而且我们上一次谈什么 两个 一个银行里头的两个分行 那么他们的支票存部 支票 支票账户 这余额 是不是约略相当 我们知道那个支票的存户里头的那个余额啊 代表了这家银行啊 会不会容易啊 开出的这个支票 会不会是不好的支票 都牵涉到这个问题 上一次我们讲的一些例子 那么所以说呢 探讨两个分行 他们的checking account 他们的balance 是不是一样的 这些事呢 所以我们上次用一个例子 那我们这个 两个母体的这个 看它是不是分布 约略是一样 我们上次谈的是呢 这two population的 是不是identical 今天我们谈的是什么 k个population all kpopulations are identical 你看它不谈说 你的mue是不是完全一样 它说呢 population是不是一样 这个地方有一点暧昧 不是很清楚 你说母体是一样 母体是很相同的 这什么意思啊 是什么东西相同啊 是分布相同吗 是期望值相同吗 它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相同 它并不讲 那可见呢 你在non-parametric这个地方呢 你不太能够做到像呢 我们的第十章所谈的那边 那么样的精准 我们那时候谈的是什么 mue1等于mue2 我们谈sigma1平方 等于sigma2平方 这是第十章 这是第十一章 我们到第十三章的时候 我们谈什么东西 我们谈mue2 因为等于mue2 然后一直下来一直下来 等于多少 等于muek 那个地方是首度出现 K个母体的平均数 一不一样 我们谈的是平均数 不是谈它的population 有没有identical 这边我们谈的是 所有的population都identical 这边语言不详 不是非常清楚 那像13章这个都很清楚了 你谈的是它的平均数 是不是一样 它的期望是这么多一样 这边谈的K population一不一样 MWW test里头也是谈了 两个母体是不是identical 所以我们谈identical不identical 这个地方要了解 它所用的方法是有受限制的 它只能探讨说 population is identical or not 那现在我们进入到18之4 我们谈的是 K个母体一不一样 用什么东西来当做 它的检定统计书 用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 基本上这一张的这些检定统计书 都是相当复杂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18之7 897页 Cuzco Wireless的这个 test statistic 在18之7那个是 12去除以底下 nt乘以括号nt加1 然后在summation ni分之ri平方 那个ri是什么意思 sum of the ranks for sample i 对某一个sample 比如说第i个母体所出入出来的样本 这是第i个sample 现在你有k个母体 每一个母体当然会取样本 第一个母体取出来的样本叫样本1 第三个母体取出来的样本叫样本3 一起类推 然后呢你可以把呢 在每一个sample里头 所取出来的这些样本的统计书 那这边所谓的样本统计书 一定是谈它的rank sum of ranks 就是我们在这张里头 谈的东西呢 都是sum of ranks 这是排序的家种 那你看看我们这边呢 举一个例子 这个 大家看一下896页 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子就很清楚了 它这边有三个母体 在同一家公司上班的员工啊 来自于三个主要的大学的毕业生 那么三个大学毕业生在公司 这个多年以后呢 把他们按照大学别 加以分类 得出从college A A大学所毕业的几个学生啊 他取了多少个 12345677个人 大家看一下896页的18是14 那个table 那么B大学毕业几个 六个 C大学毕业几个 七个 那把所有这些三个大学的 这个毕业生在公司表现的好坏 都给他打一个分数 那所以你说这个分数是从零到一百 那他得90分算相当高了 又得95分 那最差的得多少分啊 最差的多少分 得15分啊 哇天哪 怎么差那么多 15跟95那是相差很多了 我们班上也没什么人考15分的 是吧 所以 这个15在一个公司里头 业绩只有15 那比上95 那真的差蛮多了 那想要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员工的表现有如此大的差异 是不是因为大学的训练不好 大学的老师教课 没有教好 还是呢 大学的这个 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所以呢 他要去了解 是不是三所大学 对于学生所提供的教育 是不是都identical 三所大学的毕业生 的表现 是否identical 在同学在公司里头 OK 所以他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H0 一个non-hypothesis 然后用三个 样本 把那样本里头的排序呢 想办法排一下 所以大家看一看 这个叫做combine data rank combine data 把这个combine data 加以排序语分 OK 现在来看一下 它是什么排序呢 这个18至15 那个table 它把三个college 的学生的分数 把它混在一起来 来加以排序 就是这个意思 你把它混在一起 然后去排出一个胜负出来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最低分的是15分 所以给它排rank1 这边的排序 跟我们说 最高分排第一名 那个是相反的 正好是相反的 最低分的排rank1 然后一次呢 我们看 排第二的是20分 那个是多少 这两个都发生在B大学 再来第三的是谁 第三是25分的 那个是在A大学里头 其他的一子类推算 不断地排上去 就中间我们发现 有点5的 就如同上回我们所谈的 如果你分数一样高的 像呢 来到的70分是12名 对吧 来到的70分是两个12 因为那正好是 这地方有个问题了 大家看一下 那70的前一个是多少 60是9 然后70 70是有三个 对不对 9 那是10 11 12 70有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对不对 60有两个 60有两个 为什么是两个 这是9呢 63个 很好 那三个 三个应该是第几名啊 来看一下 前面那个50 50是第七名 对不对 50第七名 然后三个是8 90 对不对 所以三个60 应该是第8名 第9名 第10名 对不对 8加9加10是多少 27 27除以30是多少 这就是为什么 三个70分 三个60分都是9 排名都是9的原因 然后 60排完以后排70 70有几个 一样有三个 三个的话那是多少 11 12 13 11加12加13 然后相加除以3 是12 所以他 这边都是12名 12名 12名 所以不会有跌5的情形 那么 爬到第13名了 再来75 75有几个 只有一个 所以他14名 再来80分的有几个 是不是只有两个 两个的话 两个就会有点5出来了 15 16 所以相加除以2是15.5名 85分的有 一个 就是17名 90分的有几个 两个 所以就是18跟19 那90分的有几个 18跟19 90分有两个 90分的是18跟19 70分是15 75分是14 80分的有两个 80分到16 85分到17 90分是18跟19 相加除以2是18.5 那么95分的是20 所以最高的名次是20名 然后排完以后了 把它们相加 rank 这个地方相加 所以这个地方 不用去负语正负号 为什么 这个地方只要把 rank 把它给sum up就好 前面我们所讲的第二个方法 那个是sign rank test 那个必须要把rank 然后给 先把它取上正负号 然后就取绝对值 然后再相加 最后再赋予它一个正负号 因为那个地方要排 排它的强度 所以才会有正负号 这个地方只要把rank 把相加种就好了 相加种以后 我们发觉了 这三个大学的学生 在公司表现得好坏 把它排序以后再来做 发觉了三所大学的排序的成绩 哪一所大学排序是最低的 B大学27 那么A大学是95 C大学是88 各位同学 这个方法你们要了解 以后你们在工作的时候 如果发生的 你要有几个品牌 要去做比较的时候 除了品牌 用四占率的方式 用百分比的方式 去算出他的 这个H0的检定统计数之外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去算 他们的顾客 使用的频率 对于哪一个品牌爱好的程度 去算出一个排序的 一个先后顺序出来 最后你看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得到三所大学 在同样一家公司 那么他们的毕业生 在公司表现得好坏 不是以他绝对分式来做 来做比较的标准 而是以什么 而是以排序来做比较标准 这个是我们以前比较少看到 居然可以用排序相加总 来当作检定统计数 现在你发觉呢 27 95 88 三个大学的排序的 加总的分数都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来呢 再来就把它放到 18 17 那个是谁头 所以我们去算 N1现在是多少啊 R1是多少啊 NT是多少 NT就是全部三所大学的 样本数的总和 样本数一共多少个 20个 对不对 那么20是NT啊 那N1是多少 7 N2是6 N3是7 对不对 所以7加6加7是多少 20 正好是20 所以我们就带到呢 1847那个40里头去 我们可以算 就如同它下方那边 所算出来的 是 这个20乘21分之12 相乘以 整个瓜糊起来 来再减掉3乘上的 20加1 最后得到这个H的总值啊 是8.92 OK 那么这个8.92呢 8.92这个地方呢 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H0呢 它是一个 K2 distribution with K1 degree freedom 这个东西 这个是在 1847那个方块 下面两行 这个地方有写的 请各位同学画一下 H的 的 抽样分配 是什么分配啊 任何减定统计数 一定要有它的 抽样分配出来 我们才能去找出 它的零件值 做出它的减定出来 现在呢 它是 几个自由度的卡方啊 是不是两个 在这个题目里头 K是多少 K是等于3 对不对 你有三个母体 三个母体 所以K下是等于3 三个母体 那么K减1 那就是多少 是2 所以你有两个自由度的卡方 所以现在1847呢 这个H呢 它是两个自由度的卡方 这个两个自由度的卡方 那你既然是两个自由度的卡方 你就去画一个两个自由度的卡方出来 你这样的也比较了解 这是两个自由度的卡方 紧接下来 Alpha是给多少 这个题目Alpha是多少 0.05 所以卡方我们都知道了 卡方复目是这样 0.05在这个地方 去找出Alpha等于0.05 那你现在呢 零件值在这个地方 那现在就是说 你现在的卡方值啊 你算是H0的值 既然是8.92 你可以找 我不知道8.92 在这边的外边 也在在左边 假设呢 我们是在它的外头好了 假设这是8.92 所以PV在哪一块啊 这一点 这个是零件值 砍掉 0.05的零件值 PV是8.92的 这个点 以 以哪里 以左以右 以右的这块面积 PV 对不对 那你就算了 它的PV大概是多少啊 至少我们要了解 它是比0.05大 比0.05小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PV这个地方 0.0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两个自由度的 大家看一下 979月 两个自由度的卡方 右手边砍掉 0.05的那个点 0.05的那个点是多少 5.991 然后右手边砍掉 0.05是7.378 你现在是多少 8.92 所以 8.92以后的面积是多少 介于0.05 介于0.01跟0.05之间 所以显然 它比0.05还来的小 所以这个PV一定是比呢 介于0.025 和0.01之间 所以它一定小于多少 所以它一定小于多少 小于0.05 对吧 而这0.05这个是什么 这是α 这样就表示它 PV比这两个 介于这两个 比0.05还小 0.05比0.05还小 0.05就是α 所以PValue现在比α还小 所以这个结果是什么 Reject Reject OK Reject H0的意思就是 三个College 他们的毕业生的表现 他们的Performance Rating 并没有完全一样 是吧 三所大学毕业生 在这家公司的表现 并没有完全一样 所以哪一家公司 最好啊 那显然是A 不是哪一家公司 哪一个大学 当然是A大学的 最好 B大学的是最差的 C大学 是88 当然是次之 至少从样本上头 我们可以发现 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 这个方法呢 叫做Cuzco Wallace Test 这一章里头 所谈的五节 每一节都有不同的方法 每一节所用的方法 大家要分辨清楚了 OK 前两节是Sign Rank 是把你的 是Sign Test 都是跟Sign有关 你必须要加正号符号 那这个目的是为了分出胜费 第二节的话是分出胜费的强度是多少 你要算出它这个值有多少 那么第三节的谈 然后第三节的谈 谈这个两个母体有没有一样 那么第四节 刚刚所讲的是 K个母体有没有一样 那么最后的18-5呢 大家看900页这个地方 这在谈什么 谈排序经过某一件事情的前后 两个同样的一群母体啊 他们排序有没有一样 好比说 入学之前啊 我们的前三名啊 或是前十名 入学之前 入学成绩的前十名 入学以后两年 把这十个人重新再排一次 还会不会是原来的那样的名次 这样就不一定 对不对 在公司里头也是一样 在还没进公司前的 你给这十个员工 十个来申请的人 你给他排一个名次 然后两年以后 他的表现 是不是还是按照原来的名次 这样的排序呢 就不一定 我们要去做这样的检验 看一不一样 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排序的相关系数 rank correlation 大家看一下呢 十八之五 排序的相关性 那么看一下呢 直接看一个例子的 这是最清楚的 大家看901页上方的 十八十十六的这个table 那么现在十八十十六 这个table里头 有十个salesperson 这十个salesperson呢 他们还没有进来之前啊 他们的ranking 是第二行 左边数来第二行 他还没有开始之前 还没有进到公司来之前 对他们的potential 对他们的潜力 做出一个排序 一个排比出来 结果呢 两年后 这十个salesperson 他们的营业的绩效呢 在左边数来第三行 发觉A这个salesperson 他卖多少 他做多少业绩 做四百 B做多少 做三百六 那么J呢 原来排第五名的J呢 是在最底下那个地方 他做三百八十五 那么原来potential 认为他会做最好的第一名的 那个只做了两百九十五 大家没看到 后来就把呢 把这个按照这两年下来的营业的绩效呢 把它做一个重新的排比 就得到右手边第一行 第一名呢 是四百 第二名呢 是三百八十五 第三名呢 是三百六 以此类推 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得到两行的排比的顺序 大家看一下 右手边 那个是两年后的排比 左手边第二行的 那个是潜力的排比 还没进来做之前 在预估的一个结果 那现在呢 这两行的排比的数据呢 我们希望呢 能够加以做一下呢 检验 看到这两 两种排比呢 彼此之间有没有相关性 如果有相关代表什么 如果没有相关又代表什么 还没有进来做事之前 我们给他一个排比 做完两年事以后 重新一个排比 如果这两组排比的结果 有高度相关代表什么 没有相关代表什么 大家想想看 有准确性 这是关键字 代表什么东西有准确性 人之一开始的 世人 知人的程度 跟事后他实时的表现的结果 高度相吻合 代表世人的程度什么 相当高 是这个意思吗 对不对 好很好 如果像最近你看我们的 桃园县副县长 他不是 被延览去要去开发航空城 有没有 你们注意到这件事 这是借降 借他多年的这方面的业务的经验 够为副县长 然后做出的事 大家都知道了 那 所以原先的 世人的程度 跟事后这个人的表现的程度 好坏 是不是高度 也有相关了 只是高度什么相关 负相关 这变得负相关 这大大的 让人们大失所望 这个就是什么 世人不明 对不对 就是世人不明 所以这个ranking的 correlation 事实上是在表现出 你事前的预测 跟事后的表现 有没有 有没有相当的准确 去match 去温和 如果温和的话 能够发觉 事前的预测 事前的知人 世人的程度 事实上是相当准确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我想呢 其实每个地方 其实难免都会排序 会有点不一样 但是呢 至少不能差太多 不能有负相关的 本来认为这个人好 结果后来 不只没有贡献 反而扯出一大 一大楼子出来 就发觉呢 原来是世人啊 可能有很大的问题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们把呢 他怎么做呢 他要算出一个D D值 大家看188呢 这个D啊 是Xi-Yi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把排比啊 每一个人的 事前的排比 排第几名 要和他事后 排第几名 要做相加减 不是相减 不是相加 就是相减 要找出他们之间的差距 大家看一下 这十个人 A到J 他的potential ranking 是左边第二行 Ranking of sales performance 就是事后的 实质的表现 在Y 表达成为Y 那么X跟Y呢 这两行呢 就可以去算他的差异 他的差异 就是所谓的DI了 DI就是什么 Xi-Yi 那然后就得到了 有正有负 有正的代表什么 正的代表 他的表现 比他原来预期的 还要rank 事前的rank 是排第三名的话 实质表现排第一名 所以三减一 是不是二 是不是正的 所以正的代表什么 更好 表现比原先预期更好 对不对 负的话就是退步了 OK 所以说呢 把他平方 就去掉正负号了 然后呢 1818那边 必须要把每一个东西 把平方 相加总乘以6 再除以呢 总共一共多少个人 你有10个人 所以是N等于10 10乘以 10的平方 加1 这个书这个地方印错了 901最底下 那个地方 100 加1才对 不是100减1 那他左手边他还写 N乘以N平方 加1呢 结果没想到 他马上就算是100减1了 那你重新再算一下 看他是不是0.733 你自己跑跑看 是不是0.733 总之假设他算出来 是0.733 这个0.733叫什么 叫做 Collation Coefficient 就是Spellman Spellman是 某一个统计学家的名字 叫Spellman Spellman的排序相关性的一个系数 相关系数 排序相关系数 这个RS啊 这个叫做排序 Correlation 前面加个Sample Sample Rank Correlation 所以他是样本的 他事实上是从这10个人 得到一个样本 把10个人当这个样本呢 算出来的相关系数 这个相关系数 只是这10个人而已 到底有没有办法 退和广之 成立一个 比较广泛的一个陈述 这个广泛的陈述呢 是什么 就代表了 母体的相关系数 前面这个地方是RS 这是样本 的相关系数 那母体的相关系数 是不等于0呢 如果H0为真 说明这家公司的用人政策 从来都是 都是什么 事前跟事后的表现 都是什么 排序都是什么 如果H0为真的话 什么意思 从来都是不相关的 这家公司向来用的人 事前的排序 跟事后的排序 向来都是什么 都是不相关的 懂得意思吗 Raw S等于0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所得到的RS 是0.773 那这个相当高了 接近于1了 事实上 相关系数最高就是1嘛 那你得到0.773 有没有办法来否定 这个H0 说它的相关系数 母体相关系数是0 也就是这家公司 整体而言长久而看 他们的相关程度 应该是0的 不相干的 也就是这家公司 用来的人 跟事后的表现 从来不搭搭 这家公司的人资部门 向来都是 用的人都是所用非人 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事情的排序 跟事后表现 向来都是不相干的 那你干嘛 那你人资部 在招财 在选财的时候 那一群人啊 就应该打屁股了 向来用的人 跟事后表现 都是不一样的人 那你在做什么招财啊 做什么木材 是吧 这就很大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呢 0.73 它怎么办法 把它转换成为 检定统计数 可以来做这个检定 对不对 都不一样 对不对 这就是